这次的确是英国的选民对于全民公投的问题再一次来表态 尽管那么表决的是哪一个党可以去阻隔的问题 但事实上也表明英国民众在脱欧问题上的那种态度 到目前为止 首相约翰逊所领导的那种保守党 他们所面临的任务还是在完成脱欧 就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完成脱欧的问题 但是在英国政坛其他的势力 尤其是工党 现在越来越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态势 也就是说要以一个他们满意的方式脱欧 另外如果英国最终放弃脱欧 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他们所能够接受的 因此在投票的过程中 约翰逊是要民众给他一个授权 就是坚决的授权于他来完成脱欧的任务 这一点和当初就是特雷沙美解散议会期间举行选举 目的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选举的结果其实是完全不可测的 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讲 既要选出哪一个政党来优先获得这样的一个阻隔权 另外也是在授权就是约翰逊 如果约翰逊所领导的保守党能够获胜的话 这是约翰逊最大的一个期待 因为一旦通过这次选举 保守党再次获胜 来负责组织内阁的话 事实上是意味着民众对于他们的认可 如果是这样 首相约翰逊 那么他手中的这种权力相应的会有一定的扩大 主要是有了民意的支持以后 他会向议会里的各个党派来施压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如果反对党再去阻挠各种各样的脱欧的议案 就是不管你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议案 我通通去反对的话 那么这个党自然也会面临着 来自英国选民的这种压力 这是约翰逊一个主要的考虑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 工党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提前举行选举 对他们来讲是不利的 但是对于保守党来讲 就是约翰逊所期待的 能够获得议会下院半数以上的席位 这个目标应该说也是相当相当的艰巨 因此大概率的事情是在于 通过选举过后 英国议会下院里的这种格局 就是各个党派力量分配的格局 应该说和目前的状态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约翰逊如果再次来阻隔的话 他所面临的那种局面 恐怕和今天困难的程度 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